刚刚经历了日本大地震的何运东 由上海飞抵香港再大业绩返回台湾 走出机场的时候 何运东戴着毛线帽和墨迹 虽然把脸挡住了一半 但还是看得出表情不轻松 似乎并没有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 何运东本来是去日本开演唱会 不过演唱会因为地震而取消 他坦言 地震的一刻 脑中第一感觉就是当年台湾921大地震的情况 而在当时他最担心的也并非是自己的安全 而是那些因为他特意去日本的歌迷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去日本是参加 就是我要举办一个音乐会 那现在暂时取消延后 那是本来是想说预定可能延后到五月底或六月 但是我觉得要看现在日本那边的状况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半半音乐会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是去帮助日本重建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没有去算 但我觉得这个根本不算什么 对啊 这个音乐会的损失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地震的隔一天 其实就是音乐会嘛 那我们取消了 然后有跟一些fans跟他们碰面 跟他们讲说不好意思抱歉 然后有看到一些台湾跟内地过去的粉丝 包括香港的 他们想到地震的时候 他们被困在车站的时候 他们都哭了当场 对那对我来说那个其实是蛮难过的 因为他们是为了我才去日本的 那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受伤或怎么样的话 我可能会真的难过一辈子 那我觉得钱是小事 我觉得大家平安最重要 另外核运动也表示 并不会因为这些地震就不再去日本 他也号召在这个地球天灾频发的时刻 让更多的人伸出援手 同时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日本的时候 核运动提醒大家 还要同时关注云南银江地震 其实不会 对那我觉得天灾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 对那不能说因为那边有出现天灾以后 你就觉得说去那边会有阴影 我觉得反而是那边更需要我们的帮忙 更需要我们的关怀吧 更需要我们去把它重建起来吧 那边包括还有云南那边 还有因为之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也是及时就过去送一些物资过去 然后也是看到那边的一些灾民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不用分什么国家 或什么品种的人 可能大家都需要这个时候伸出援手 搜狐娱乐博报香港报道